第二个的话,请各位一样把练习档102搬过来,改102APP好了 OK,就是把练习档里面的这个复制过来改一下 那里面东西是一样的嘛 只是说特别注意将来这个default.htm 你要把它改一下,不要用这个default.htm 所以你干脆把这个暂时删掉好了 这个可以不需要了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改成index.html 好像是要加L,上礼拜好有同学是没有加L 不过印象中好像有没有加L,好像都可以啦 不过等一下再测试一下 那名称的话呢,就不能叫 这个名称的话就不能叫default了 要叫indx 而且index上礼拜有同学反映说一定要加L 才不会有错误啊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我印象中好像两个都可以啦 不过这个等一下我们来测试看看 另外就是说特别注意哦 有一点哦,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 你的这个app的名称哦 里面的话呢,尽量避免什么样 避免就是说有中文字 因为有中文字的话哦 之前的同学测试的时候发现呢 只要里面有中文哦 比如说你102,你就多打一个什么什么什么app的话 诶,那个中文字会出问题 也就是他没有办法帮你把它转成app 第二个是说有些同学将来放一些图档 这个image里面可以放图档 那图档名称哦,有些同学也放中文的 结果哦,那个app也转不过来 所以档案名称,也就是说尽量避免啦 我想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改善了 就是说,如果你那个网站的名称跟资料夹里面 或者是档案名称,像将来如果你放一些图档进image里面 如果有中文档名的话 可能会发生错误 没有办法帮你转成app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建立好这个资料夹之后 再到最后里面我们要做什么 新建一个网站的动作 那名称的话一样叫102app OK,那这个地方的名称 基本上可以用中文没有关系 但是资料夹跟里面的档案是不能用中文的 然后,这个题目做完之后 请各位自行再做个变化题 所以会留一点时间给各位做那个变化题的部分 就是里面的素材自己去找 然后OK,那这个网站名称 我们网站的实体目录放在这里 桌面上面的这一个 然后按选取 之后会放在disktops里面的这一个 然后按储存就可以了 我想这流程的话 跟前面做网站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因为呢,我已经有做了一个index 不过这个index 将来这可以删掉了 因为我们要额外再新增一个我们的页面 那我们的页面呢,新增一个档案的时候 特别注意,你们可以比对呢 我们在云端上面我放的那个完成画面 那你就要去思考完成画面里面会需要几个页面 有没有,然后又就是说呢 有没有页首,有没有页尾 这个时候你就要先决定了 然后我们会有首页 也许我们把首页叫做home 第一页叫page1,page2,page3 所以呢,总共会有几页呢? 四页嘛,对不对?就是一个home 然后好,ok,没有页首 有页首,没有页尾 所以新增的方式的话 第一步 新增一个我们要的页面 这个页面就是我们所有页面的 算是一个总框架 那特别注意,第一步 一定要选哪一个呢? 选htm5 因为上海里有同学忘了这个步骤 所以后面的话做出来都没有办法显示 第一步一定要做正确 ok,好 直接按建立就可以了 它用的技术是html5,第五代的 那所以以后你看到html5 你就会想到这个跟app跟云端 都很有关系 因为未来这个html 就是网页的这个一个language 一个语言 所以第五代的语言,按建立 好,再来的话呢 一样的动作 请各位把那个设计师改成传统的 这个应该有印象吗? 然后上面会有面板 ok,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做 接下来呢,把这边的这个改成分割 分割一下,ok 然后我们就把这地方Body按Enter一下 这边Body Body跟Body中间呢 把它按Enter 移到这边来 那我比较建议 慢慢慢慢各位要熟悉 为什么要分割呢 因为左边就是程式 尽量如果做了什么动作 你稍微 稍微瞄一下 它多了哪些东西 以后的话要改 我还是比较建议 用程式这边改会比较快 好,那这边的话Body对吧 那这里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做四个页面 那第一个页面的话 从哪边插呢? 因为要从传统这边 会出现JQ Mobile的这个面板 因为如果你这个地方 没有用传统的话 你这个面板不会出现 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找 太麻烦了 我觉得用这个方法来做 会是最快的 然后呢,页面部分就是第一个 所以呢,你就是直接怎么样 把这地方按插入这个 JQ Mobile 页面 然后它会先显示这个 你再按确定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是JQ Mobile 它之所以能够被执行 就是它会帮你把相关的函事库 通通打包起来 那这些东西的话 你再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等一下会在你的网站里面 多一个目录叫JQ Mobile 那我们页面 第一个页面是Home 所以你就打一个Home 然后不要页尾 就页尾不要打勾 所以这个架构的话呢 会有页首 然后有Content 就是有内容 那边有页尾 按确定 好,第一个就出来了 第一个出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它上面会有一些东西 你不用理会它了 因为从哪里呢 从这边一直到这边结束 这个指的就是JQ Mobile 它会引用的东西 然后会引用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的根木屋底下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这边 会产生一个首页 这是第一页 然后请你游标 放在它的最后面 就Body 跟上面再按Enter一下 然后把它隔开 你不要直接再插入第二个页面 不然它会在页面里面 产生页面 将来就跳不进去了 也就是说一定要把它分开 这个上个礼拜特别强调过 再移到这边 再插入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Page1 有页首 没有页尾 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在这个范围哦 特别说这个范围里面的下面 不要在里面 一样 再插入第二个页面 再插入第三个页面 所以这样很快的话 我们就有四个页面出现了 那将来请各位在里面一个一个把它改 改完之后呢 就会是我们要的一个呈现出来的结果 所以首页这个地方先做出来 但是里面还没放东西嘛 然后跳过来的话 每个页面大概长得就这样这样 有一个Back回到首页 还有下一页可以让它往下跳 OK 然后可能也许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再补充 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可以再加一个Home 一样可以跳到Home 让它可以很方便的做一个导览的方式 OK好 请各位先完成这个部分 来画面先画面